科技界七大巨破群企围攻华为 但两个月来少了大把人民币滋润 似乎快要动未掉 特朗普在白宫与七大科企 包括高通 谷歌和英特尔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 科技大厂重申支持川普政策 但同时希望日后向华为供货时 美国商务部能迅速决定 川普虽然答应 但华为禁令一旦松绑 恐怕让美国手中筹码越来越少 不甩美国发起的经济封锁 华为被华盛顿邮报踢爆 在2008到2016年间按住北韩发展网络 被质疑用的还是美国技术 等于让华府在金正恩的反美政策上 放了一巴 美国网站北纬38度进一步披露 北韩电信商高利电信 这是为了监视和控制而设立 美国对华为的态度签一法动全身 英国政府也不得不跟进 由于美国针对华为的措施 长远会影响华为产品的供应和可靠性 因此决定推迟是否批准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 华为担任北京打手黑历史一螺框 川普施加的紧箍咒 该紧该松 绝对不只有商业考量这么简单 3D新闻上的报道